注意了 奇蹟的瞬间 让我们的科学家目瞪口呆 行动不变的老狮子竟然跟大家一起用餐 它饥饿难耐 但是它的恶骨受伤无法撕裂坚韧的牛皮 它看起来好无助 后来其他狮子做了一件事 让我们对狮子从此改观 它把尸体敞开 这样老母狮就可以吃到里面柔软的肉 而且它一点也不会心急 难怪这位受伤的律师者可以存活那么久 照顾它的狮子很可能是它的姐妹或女儿 在它们的帮助之下 它才可以排除万难存活下来 说不定是因为东非大裂谷的生活太过艰辛 温泉区的诗群才会如此团结